趁着拨水节假期要出远门 至少有2000个泰国人已廉价购买了日本旅游配套 结果陷入骗局滞留曼谷机场 布下骗局的两名女嫌犯也是难逃罚网 遭警方拘捕扣留 泰国两名女嫌犯是以直销公司自代理的身份 通过包击到日本的假旅游配套骗财 在星期三遭警方逮捕 其中一人在消息曝光后 同家人企图离开曼谷 不过却在南部的拉朗府落网 当地商业官员指出 涉案的是一家批发公司 并没有旅游执照 两人也声称只是公司成员否认指控 1000多名受害者 是到了曼谷苏安纳普国际机场准备上飞机 才发现扑了个空 情绪激动 这名受害者表示 对方在电话中提到 去日本只需1万泰铢约400新元 他觉得非常便宜 就召集孩子和职儿一块去 大多数的受害者是以9000到2万泰铢的价格 在网上购买6天日本机票和住宿配套 远低于市场价格 泰国首相巴欲指示相关部门协助受骗者